同学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跟我读书 本期的读书内容是校车来了 下面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文字的内容 我光标指导的地方就是我读到的那个字 那大家可以跟着光标和跟着我的录音一起先读几遍 然后呢把声音调到静音再自己跟着光标这样练习几遍 这样就可以真正的掌握中文的读书方法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 滴滴校车来了 他来接小朋友们去幼儿园 一个小女孩上了车 找到自己的位置 坐好 跟爸爸妈妈说再见 校车又开动了 他要去下一个地方 去接小朋友 为了能让小朋友们安时上学 可真忙呢 本期小问题 根据本段文字的内容 小朋友上车后需要做哪两件事后 校车才会继续开动 请将答案写在下方的评论中 好了 本期的跟我读书就到这里 我们下回见 再见 再见